嘿 各位观众老爷们 今天这个视频比较特别 我们要做回我们的老本行了 今天是一个神机的番外篇 我们今年19年的年度神机正片还在筹备当中 所以在这之前 今天我们先要给建网3打造一台机器 今年恰逢他们的10周年 那我们的装机目标就是能够正常运行这款游戏 但有一点就是预算比较少 只有500块钱 500块钱 有点少啊 我们三年前也做过一次500块的神机 但如果是那个配置的话 我觉得建网3有点悬 那正好我们三年前正好就做过一次 现在就可以来看看 这三年之后同样花500块钱买运件 又能够强上多少呢 飘哥你觉得现在这500块钱 能不能带的动建网3呢 也就是500块Mk2是吧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500块 试试看再说吧 那行 那我们就赶紧开看吧 神机的第一步要做什么呢 当然是挑选硬件吧 像在三年前啊 我们的最早的500元神机里面用的是B59 加上这个5850的这么一个配置对吧 可是三年后的今天呢 可能就不止这么点了 那对于游戏来说 我觉得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选一张显卡 箭网3啊 950 可能也就低特效吧 低特效可以玩吗 导一下看看 人家直接是按G来放的 240 强身的 你想这一个显卡占一半预算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这个卡唯一一个我比较欣赏的地方是 功耗比较低 然后超频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是Maxwell架构嘛 先选个被选的 我觉得如果是N卡的话 那可能跟950性能 760现在已经没有驱动上的优化了 但是这张卡 168 那种纯性能还是不错的 哇好便宜啊 毕竟这个是一个GK104的核心嘛 对吧 也是从680淹过来的 其实本身还是不错的一个卡 680 680当时尽当最少是7970 那7950啊 AMD YES啊 7950 刚开始它频率就定的低 在超频是吧 对 它又跟7970本身规格上面没差多少 7970呢 我上次测了 它比680还强 大概是1050Ti的水平 现在确实 那比这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可是问题是那个时候的A卡是 矿潮最疯狂的时候了 神奇你考虑那么多干嘛 我们就是极限挑战嘛 行吧 好吧 好 好 那就矿卡吧 那就矿卡吧 但是话说回来啊 能活到今天 还能够健在 还能够正常的 跑考机的 这说什么来着 7950 都锻炼过身体了 肯定很强 都是经历过风雨的7950 一定都是 175 哇 这个好便宜啊 最便宜就是这个了 你信不信 闲鱼上肯定有别人更便宜 我信 但是至少我们已经确定了一点啊 价格比950 也要比760 都要便宜 我觉得950根本不用考虑了 上海之上海青府区 快递906元 这什么鬼啊 矿车 100块钱一张795 有好有坏 卖出不退 懂开车的来 价格便宜 这个是在赌博啊 我的 敢不敢赌 那肯定不敢啊 这张卡其实烧的还蛮多的 因为这张卡功耗还是相当大的 对啊 这张卡还是很容易坏的 转库都收到 玩游戏会花瓶 也是花瓶 那我这干脆价格从高到低 吃到200以内 200的其实 前余能砍价 哇 这个192 最后几十张 不讲价 不指定品牌 这比赌博还过分 我的天 哇 这个可以 这个也太真实了 哇 这个好野路子啊 这个卡 可是这价格很不错 180块钱 还包邮 这个可以考虑 先加个收藏 没了 先这样吧 就先按那个180来算吧 好的 哎 不过呢 如果你自己买 你要买这个卡 我自己买就不会给500的预算了呀 是吗 嘿嘿嘿 有钱人是不一样啊 我们继续 那我们显卡这个选择还是有点争议的啊 但我觉得CPU的选择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吧 我觉得4核还是最起码的 都这个年代了 所以说啊 我觉得我们唯一能选的一个CPU就是X3430的 板子不好买 可是便宜啊 多少钱 这个UX30 30块钱 是的 那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35块 还包邮 25块 加8块 33吧 33块钱的CPU兄弟 你要什么自行车啊 那3440多少钱 3440也是不错的选择 可是 哦 那贵了一倍 这么说吧 3300这CPU其实挺垃圾的 尤其是默频 2.4G啊 但是看到这个价格 你还能说什么呢 对吧 要是货的钱嘛 可以了 33元的CPU 谁在乎呢 好 那么主板 主板呢 我肯定就学H55了呀 H55的超频性能会不会很垃圾啊 我们不是已经超过的吗 去年神机的时候 对 我知道 但问题是这样子的啊 不同的H55的超频能力差距是很大的 你知道吧 我觉得你说有道义 想想当年的冷门牌子 像精英 对 精英可以 因为精英其实还给其他的厂家代工主板 凯尔拆机的 但是品牌机的这个BIOS不好说了 对 杂牌 杂牌H55全集成 我掉到你妈的真就砸牌啊 占这个来 88加6 你还是算100吧 你就算100点 前提是我们能淘到一张有牌子的H55 你前面打个某好不好 别了别了 太过分了 除了主板之外啊 是不是还得弄个散热器是吧 对 你知道我之前玩3440的时候啊 你如果想超到4G 你就要电压加到1.4V 1.4V45纳米 你可以想象一下 1.4V确实有点高了 其实规则到这里是一个 能在最少的价格内选一个最多热管的散热器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选择可以考虑 你想搞什么 公控散热器 听说过没有 你知道那东西有多少吗 神机的评判标准是性能 对吧 并不是稳定性或者是噪音 也不是温度 只要跑分高能玩得了游戏 我们就算过关 搜一下吧 像这个 只要30块钱 70×70×20 最高战术4000转 行 4000转有点恐怖 脏了 还杂歪 没事 杂歪了没关系 能够怼在上面 我哪怕它扣具都没有 没关系 到底是神机啊 对吧 神机嘛 直接就怼在上面就行了 那就它了 就它嘛 这价格还要啥子 要什么自营成吗 这么便宜 2U全铜 一定要全铜 要骚 38 储存的话 DDR3内存现在价格应该已经非常便宜了 25块是挺正常的 我们要买8G的话就100块 哇 现在8G内存上100块 好贵啊 虽然你们听着这个话感觉很欠揍 但是对于神机来说 这个这个这个看一下 真的有点贵 我们看它哪个都便宜吧 内存这东西无所谓的了 22块 32块 27块 22块 先算88 88 对 除了内存之外啊 其实硬盘也蛮重要的 对 它这么大一个开放世界嘛 你肯定是固态硬盘的读取 会更加的流畅一点 接着硬盘你光彩盘就很难受了 所以说啊 我们看看啊 我觉得128G应该装 街网3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们看有牌子要多少钱 台电 台电一算是个有牌子的吧 台电已经有牌子了 90块钱 88和90 江苏数千 就是京东总部 呵呵呵 我们先算这个算90块 我们再看看其他一些 80块 830 哦这个可以哦 就这个了 对吧 用三星的羊垃圾 不太玩 进网3 岂不是非常爽 好 就这个了 先按90算吧 三星不太酷 那这个选完了之后 咱们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要纠结了 这个电源 可能是个大问题 你这个HD7950真的是个电脑糊啊 这你不能怪我 因为这个性价比最高的肯定是AMDS 我们来算一下钱 加90 有 完了 可是你现在机箱和电源还没买呢 那我觉得我们要省的话 我觉得主板可能90块钱也能搞定 我们就算90 戴头砍价 从刚刚我们搜主板的情况来看90应该能搞定 内存割到6个G吧 我说真的 不过话说回来了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核显笔记本 它们也会割掉一部分的内存来当显存用 6G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66 而且我觉得DDR3可能还能再便宜 我们再搜一次 那个海力士20块钱已经看到了吧 这个是20块 19块9已经有18块的威刚出来了 哇18块的威刚 上海我们绝对可以讲到它包容 我觉得是 而且我们买三条的话应该是有办法包容 那么3854块钱 我觉得显卡还能再降低10块钱 奖价的问题 算你170 固态能不能再说 固态我觉得128还能再说 包容可以正常使用81块 捡来假的金士顿固态 2258 58不包容 最后费实收也就是60来块钱 重新开卡的速度还可以 我觉得我们用一次肯定没问题 神经你要什么自行车 我天哪 你已经沦落到用这种东西的地步了 没事能用 没有发现问题 好了可以用 就这个了 58 青州在江西吧 运费大概8块钱 66 算算算算算 快点 要是这个固态它用不了 我就当场把这个固态吃掉 就这样了 66 好吧 现在你算吧 66吧 66 你就假120 哇太过分了 你为了压榨价格 已经到这个份上了 我跟你讲 你们荧幕前的各位小朋友 千万不要学飘哥 千万不要学这套配置 反正是神机 豁出去了 无所谓了 来来来 上前 66 49块钱 先选电源 剩下的钱 机箱总有办法的 我们不仅可以那样弄机箱 也可以那样弄机箱 总之机箱 好吧好吧好吧 说到机箱 其实我倒觉得电源和机箱 我们有一个选择可以考虑 就是现在有很多网吧 它们倒闭了 它会淘汰掉一批网吧的机箱 搞不好网吧的机箱会送电源 我觉得这个倒是有可能 这你可以看一下 36块8 哇 19块8 无电源不可指令 这边好像有套餐的 有没有电源 有电源 全汉 350瓦的电源 49块8毛8 就它了 有什么可说的 你确定吗 全汉至少是个牌子 那倒是 呃 你的7950你要留多少 12V300 CPU加显卡12V 我觉得300瓦可能 真的勉勉强强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让它300瓦引力压得住 因为我觉得我们真的 买不起一个400瓦的电源 你要说办法吗 那肯定是有的 听你这个口气 感觉不太对啊 啊 性能呢 也不会损失太多 你要相信老玩家的这个实力 我跟你说是为什么 我可以把这个降下来 正经说 嗯哼 我们超频会加压 是的 但是为什么不降压超频呢 哦 对哦 你可以通过降压的方式来降低功耗 这个功耗啊 最关键的这个影响呢 不是频率 是电压 那么降个压嘛 我想问题也不答 所以就这样吧 行吧 那我们就算它49块 8毛8 50块钱 对吧 如果是50块钱的话 那我们正正好好的就是500块 天呐 机箱加电源50块钱 哪次神机用这么苛刻的电源呢 太恐怖了 这个 那你很有哦 首先你的固态 应该66搞不定 我们要不这样吧 2U的这个散热器啊 看能不能找一家闲鱼上面卖二手的 因为这种东西用下来的都很便宜 没有人要 我觉得可能30块钱也能搞一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固态肯定搞不定 算你75吧 我觉得还是很悬 H55这个90块钱只能买到一个 具体的价格我们还是得具体来看 但是我们这只是一个初步的预算方案 暂时就是这样了 可能会超一点的 这是肯定的 我已经预料到了 就先这样 行吧 那我先去找一些卖家问问看 看能不能弹下来 买完了硬件之后 我后来又特意去翻了一下 界网3官网给的官方的最低配置 这个官方的最低配置 看起来倒是比我想象的要低了不少 毕竟这个6510是什么显卡 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吧 那这样看起来的话 我感觉至少神机在低特效下 应该是玩起来毫无压力的吧 待会儿试试看好了 好了 我们的硬件现在终于是到齐了 那我本来觉得飘哥那天说的那些价格 都有点扯淡 我们这个机器500块钱 肯定是搞不定的 结果这个礼拜就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录制节目当天的X3430的价格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30多块钱吧 结果每几天 淘宝上就降到了14块钱爆油 14块钱的CPU 这简直是白给啊 这一下我们的预算就正常很多了 最终的总开销是529元 还是超了一点 那CPU就是这个14块钱的X330 而我们的散热器用的是这个 二手拆机的服务器2U 纯铜30金钱爆的这个 代运费33块钱 我们主要的预算抄在哪里呢 主要还是这个内存上面 内存我们最后还是决定 就再加上18块钱 再上一根2G的内存 我们组8G内存好了 毕竟DDR3内存的价格真的已经很便宜了 完全没有必要省这个钱 稍微超点预算就超点预算吧 8G肯定比6G要强多了 还有一个超预算的是显卡 飘哥说170块钱就能搞到一张正常的7950 这个确实搞不到 我们最终这张蓝宝石的白金版7950 是花了180块钱才搞定的 不过就算加到180块钱还是很便宜 我觉得加这个钱还是值得的 除此之外 我们主板也找到了一块精英的H55 带油费100块钱 那我特意要找精英的这个板子 主要是因为便宜的H55里面 很少有带4根内存插槽的 精英这个板子正好应该可以插下我们的8G内存 固态我们最终是淘到了一块台电的120G的盘 80块钱 卖家说是随机发货 我本来已经做好了 买5线杂牌固态 只要能点亮就行了这个准备了 结果它发过来一个台电的盘 说不上好 但至少我还认识这个牌子 已经可以了 可以了 最后最骚的来了 网吧拆机机电套装 它运过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我还以为它没有前面板 结果它把前面板塞在里面了 这个前面板的外观还挺骚的 上面还写着一个龙腾四海 是吧 这个就是网吧的机箱 这个副工在40块钱的机箱里面 已经算是我觉得能接受了 最让我欣慰的是它送的电源 它送的全焊额定350W的电源 我当时是越想越怕 结果到了之后我发现它这个12V有22A 这样的话至少带个主流配置应该问题都不大了 而且这个电源是带6加6PIN供电的 正好不用转接线就可以接上我们的显卡 毕竟是个网吧拆机电源嘛 你见过哪个网吧是不用独显的 是吧 但是话说回来 我们这个7950的显卡可不是什么主流配置 这玩意儿可耗电了 就算我们电源有12V 22A 要想带动这个东西还得动点歪脑筋 所以在开始用这台机器之前 我们先让朴哥来干点骚的 这次的装机极其简单 我们好久没在5分钟内装完一台电脑了 但这套伊拉克橙色的机电 装起来容易 用起来可就麻烦了 350W的电源 22A的12V输出 这意味着我们的CPU和显卡功率必须要保证不超过260W才能算是安全 好在游戏状态下 CPU的功耗并不会达到峰值 但45nm的3430 超频后的功耗还是不可小觑 而7950的官方设置其实还是相对保守的 所以最后我决定把7950的功耗限制在180W 7950这台显卡仍然可以自由修改BIOS 所以我决定通过修改BIOS 来给这张显卡降降电压 首先我们打开VB-E7 这是7950、7970这个系列专用的BIOS修改工具 我们把原先1.25V的电压 直接降低0.2V来到1.05V 这样一来就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功耗 要知道 对功耗影响最大的就是核心电压 顺便我们也来压榨一下这张显卡的显存频率 来提升一点性能 我们从1250MHz超频到了1400MHz 这样一来显存频率就达到了等效5.6GHz 最后我们把这张卡的TDP设置到180W 就算大功告成了 7950作为当年的刺旗舰 性能我还是有信心的 可是咱这个CPU嘛 这才2.4G啊 怎么能拿得出手呢? 那么接下来又到了机动人心的超频时刻了 让我们进入到这个极为先进的扁平化BIOS 首先我们把备频锁定到18MHz 适当加点电压 然后咱们把外频从133超到166MHz 嗯 开不开 这毕竟是个老猪吧 超频也要按照基本法 所以我们重新来 这次我们把内存的频率和时序也锁住 再来超频试试 这次就很顺利了嘛 那我们再来充击一下200MHz的外频 开机了 蓝频了 看来200MHz的外频还是不太行啊 那说不定是内存频率太高了 那要不咱们降一档内存倍频 再试试呢 还是懒了 好气啊 那我们再试试给CPU死亡加压 嗯 还是没用 干 最后呢 我们稳定在了CPU外频190 也就是从2.4超到了3.4 内存也是来到了DDR31900的频率 你看这个CPU它有强有稳 用它来玩游戏 岂不是非常爽 这下咱CPU也超好了 显卡降压也降了 那我们就来跑个3DMark看看吧 诶诶诶诶 等一下 我先给你确认一个事情啊 咱们这个机器说实话 性能上我是一点都不担心的 可是你这350W电源 就算你降压了 你这降压到底有没有效果啊 这350W电源带7950 我感觉还是有点悬啊 当年某整机用300W电源带i7加960 我浮动兄弟350W带个7950 不是问题 我们一般只会用两个字来形容这种电源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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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懂你意思了 不用说了不用说了 那我们在做进一步的测试之前呢 先来跑一下3DMark的combined test 同时满载CPU和显卡 看看这个电源这个350W电源能不能撑住这一套3430加7950的配置 好了 激动人心的时刻 马上要到了 你是说这是个炸弹啊 我觉得是的 而且荡量可不是一般的大 我们把这种电源叫做炸弹 飘哥你觉得这个电源 它现在的功耗跑combined test大概能到多少 猜一下 3200 3200 320到325之间 那还是非常危险啊 感觉好像有点刚刚好的那种感觉 来 哦 289W 307W 318W 慢慢再涨上去 320 它能不能涨到350 能不能涨到350 快了 340了 348 348 358.9 359 哇这功耗有点高啊 360W 好 完全没问题 那也就是说 飘哥这个操作啊 真的是正正好好的把这个显卡 在这点功耗里面的性能全部给炸干净了 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我们这个功耗呢 是这个电源的输入功率 还不是电源的输出功率 这个所谓的额定功率啊 是指电源的输出功率 那我们这个输入功率呢 还要乘以它的转换系数 我们才能得到这个输出功率 也就是说实际上 我们大概电源的输出功率呢 大概就是300W 刚出头 这样一个水平 这样的话 这个电源应该还是勉勉强强 能带动的 是的 应该不会出现 比如哇着哇着突然啪 然后变成炸弹的效果 这就非常危险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啊 在这点有限的功耗下 我们的这台神机能跑到什么样的性能 首先还是国际惯例 我们先来跑一下分看看啊 3DMark的FSE 这台机器可以跑出3422分的成绩 图形分3675分 这个性能比较接近现在的GTX1650了 Time Spy的成绩要弱一些 图形分2000分 和RX560差不多 最后咱们也设立一下娱乐大师 看得出来啊 这个X3430的CPU 即便超了屏之后 性能依然一般般 但是从CPU上省下的钱我们都加在了显卡上 这一块7950还是相当让人满意的 那么接下来就轮到真正的挑战了 这500元的电脑能不能玩得动剑网3呢 我们现在就来登录一下游戏看看吧 首先咱们开的是1080P的均衡画质 也就是中画质 那在刚进游戏的这个场景 好像咱们基本都能保持在40帧以上 平均可以来到50帧左右的样子 还是比较流畅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场面对我们的神机来说 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呢 不够有挑战性啊 剑网3人最多的地方才是最有挑战性的 那我们来试试 剑网3同屏人数最多最复杂的场景 咱们穿越到广都镇 这里就相当有挑战性了 我们过来广场这边 你看看这密密麻麻的ID 玩家的数量相当之多 我是有点为我们的神机捏了一把汗 但最终这台机器的广都镇 也可以跑到接近30帧 还是能玩的水平 那我们想要再流畅一点玩的话 也可以试一下降低到最简化质 这个时候的帧数就可以提到比较高的水平了 基本上可以保持在40帧到50帧左右的样子 这个帧数跑剑3还是比较流畅的 与此同时咱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温度情况 这个CPU的散热器压力还是相当大的 玩剑3的时候可以跑到接近80度 超完屏的一代U可不是开玩笑的 可是显卡的情况却相当不错 全程没有超过60度 看来咱们这个降压操作不光是大幅降低了功耗 更是一定程度上延长了这张战损显卡的寿命 接下来这个就比较有挑战性了 刺客信条奥德赛 这个游戏的配置要求极其变态 我很担心神机能不能玩得动 我们开到1080P中特效运行 咱们的帧数依然保持在流畅线以上 谈不上特别流畅 但是玩还是可以玩的 平均下来帧数是37人 我觉得这个游戏的瓶颈可能主要是在CPU上 9年前的四核处理器玩起来还是有点吃力的 最后我们也跑了一下这么多年依然健在的吃鸡 如果是1080P最高特效的话 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基本上可以跑到40多帧 对于竞技游戏来说40多帧显然不太够 当我们把画质降低到了中等之后 游戏的帧数提高到了50多帧 流畅度提高了不少 最后我们调整到了1080P的最低特效 这下游戏玩起来就舒服多了 帧数涨到了七八十帧 卡顿基本上是没有了 总的来说这台500元的机器 玩市面上的一些大型游戏 在画质上稍微妥协一下 还是都可以流畅运行的 三年的时间 我们500块钱可以组的机器 性能上应该是强了带多少了 一倍还多 说实话我觉得强一倍 这个进步还是有点小 还是不太够 这个锅你得去问问老黄和苏妈 这个有道理 嘿嘿 这个只能摆一个尴尬的微小了 不过好在这种机器 都已经可以比较流畅的运行建网3R 哪怕像是我们刚测试广都镇 成都这种人口多的地方 多到爆炸的地方 这台神机 也可以1080P中特效跑到30帧以上 已经可以了 目前已经很少有500块的电脑 能够达到现在的水平 除了神机本身之外 今天我们可以跑得动建网3 很大程度上要感谢 建三今年6月份的优化更新 根据官方的说法 这一次更新之后 中低配电脑的帧数 在一些场景下 甚至可以提升50%以上 不少之前跑不动这款游戏的老电脑 现在也可以运行了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目标 也算是顺利完成了 正在看视频的各位观众 如果你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去跑跑看建网3 看看你们自己的电脑 玩建三 能不能比这台500元的神机 更加流畅一些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神机番外篇 不知道你们对这台500Mk II怎么看呢 除了我们这台机器之外 我们今年最好玩的年度神机正片 也已经在做了 但是你们都懂了 每年这个神机我们都得搁很久 所以说不要催根 等就是了 年底你就能看到了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像神机这种玩法非常极限 只适合喜欢折腾的同学 如果你不太有经验 只是想装台机器好好用的话呢 就不要学神机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这个频道 外加素质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